那另外在出口额的部分 贡献了大概百分之三十二点六的出口额 那所以中小企业都是维持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也是创造就业跟安静社会一个重要的力量 那另外很重要台北中小企业 实际創意有关于中小企业出口专家 很重要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数字 实际上台湾的中小企业很多都是以内需为主 我们说对于出口的贡献值只有二十五点九六 即使是美国这么大的国家 它的市场那么大 它的这个贡献值也只有三十二点六 所以实际上怎么样提升出口能力 这个部分帮我们中小企业能够找到海外的市场 能够创汇然后创造这个另一个南海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中小企专商一个独立的一个目标 那所以刚刚包含这个杨副总理事长 房秘书长等等部分都提到的中小美国对于我国的重要性 当然美国是我们第二大的出口市场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当然最近几年因为新东晋朝这个部分崛起 也要考虑了